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新中国还不愿意承认 为此 毛主席和周恩来 一直在努力改善和各国的关系 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 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实际上成为了世界头号强国 在联合国中更是睡一不二 影响力巨大 只要和美国的关系改善了 其他的国家肯定也会缓和许多 但自从心 相红的因斯坦的因斯坦与点栏目 甚至如有星际上的因斯坦与点栏目